薄熙来案件连审五天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薄熙来案件回避了迫害法轮功等关键罪行 也都是中共高层为保党演出的一场戏 民众不能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 只有结束一档专政才有真正公开的审判 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 不幸来审判表面形式上有所开放 但是整个案子仍然是中共掌控 而且是一个大丑闻 薄熙来的核心罪行包括密谋政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至今被掩盖 甚至从六宗罪减到现在的三宗罪 金钟指这是暴露出中共的恐惧 所以其他的政治斗争啊 权力斗争啊 法轮功受迫害这些问题 他们完全撇开来不谈 所以说明他们内部是有一个协商 他们知道权力斗争啊 法轮功问题啊 不光是薄熙来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敢去碰 他强调薄熙来案件的审理只是中共为保党而上演的一出戏 老百姓不能对中共有任何幻想 这次也只是一个表面上他们这是搞了一个剧本 那他们也是被迫不得已 因为薄熙的确是比较狂妄 事情也闹得大 薄熙来的案子他不公开是不行 并不是说明政治改革上面争议有所作为 那么真正的希望在哪里 必须结束一档转阵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